三头聚精被困在了零下50度的北极 因为气温下降的速度太快 他们只能在一块没有结冰的水面换气 这里距离为结冰的海域至少还有5英里 在不换气的情况下 他们是不可能一口气游到那边的 更可怕的是 此时外面的天气还在持续降温 要不了多久 这里唯一没有结冰的水面也会逐渐结冰 到时候这三头金鱼肯定会因为缺氧领导合饭 为了防止水面快速结冰 他们只好使用头部用力的撞击冰枕表面 其中的一头金鱼已经明显受伤了 当地的镇长告诉其他人 按照现在的结冰速度 只需要两天的时间 水面就会完全地被防止 这是一个由真实事件改编的电影 故事发生在1988年的一个冬天 小帅是当地的一名记者 就在他去寒冷的北极考察时 突然发现不远处出现了白色的烟雾 等几个人走到附近才知道 三头金鱼因为天气的原因被困在了这里 经验较多的镇长告诉其他人 被困在这里的金鱼是一家三口 从外观上来看 那只小金鱼只有八个月大小 这些金鱼本打算在天气降温之前游到门